巴黎奥运会第六个比赛日结束后 中国女排的表现让人骄傲 3比0干净利落横扫东道主法国女排 上一场还击败美国女排 取得二连胜之后 中国女排提前晋级奥运会八强 在东京奥运会上 当时郎平带队取得第九名的成绩 而这届巴黎奥运会 中国女排梦回巅峰 至少比东京奥运会的成绩更好 接下来中国队就要放手去拼了 或许会有更大的惊喜 在击败法国女排后 中国女排还有三个好消息传来 首先中国女排只要下一场击败塞尔维亚 中国就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参加淘汰赛 这样的话有利于后面的比赛 中国女排既然能战胜未免冠军美国女排 自然有希望挑战塞尔维亚女排 其实双方实力差距不大 全看临场发挥 通过前二场比赛能看出 中国女排在拦网 依传方面的表现好太多了 其次朱婷和李盈盈的黄金拍档渐入佳境 在中国女排击败法国女排的比赛里 李盈盈贡献全队最高的14分 28扣12中效率也比较高 朱婷的表现更出色 30扣12中得到12分 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朱婷13个一传零失误 足以看出她是多么全面的球员 朱婷加李盈盈的组合 非常奢侈 两人都还在巅峰期 而且也越来越有默契 只要他们二人状态在线 就能保证中国女排能和对手周旋 第三 蔡斌的临场执教获得肯定 其实自从蔡斌执教中国女排之后 关于她和郎平的对比从来没有停止 尤其是在世界女排联赛期间 蔡斌遭遇了执教中国女排最大的挑战和压力 因为没有重用朱婷 蔡斌甚至还录制视频进行道歉 而蔡斌也意识到自己的用人问题 让朱婷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时间 自从奥运会开打后 蔡斌也非常信任朱婷 后者的首发位置非常稳固 中国女排连续击败美国女排和法国女排 蔡斌的临场反应非常快 在女排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第一时间进行换人 比如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的焦点站 当对手连续追分时 蔡斌及时换人也取得奇效 中国女排已经锁定八强 奥运会无弱旅 其实接下来能否击败塞尔维亚女排 不是特别重要 关键是要为淘汰赛做好准备 按照目前中国女排的状态 绝对有可能站上领奖台 甚至有机会挑战夺冠热门巴西女排和意大利女排 连绝对下来 感谢大家